大家好,欢迎来到跟着资本家炒美股,我是吴云俊 今天给大家说的是雷神公司,Return Technology 它的股价由于上个礼拜中美之间的通行 导致它的股价飙升,总的加起来飙了10% 超过10%,从65%还是66%飙到现在的72块 最高的时候是74块73块9 我在73块9的时候是看涨买入了一些 买入了一波股票 为什么说它呢 我觉得航天均空股 而且美国的每年的财政预算 也现在的今年的财政预算也出来了 是比较高啊 也有固定的单子 它跟那个United Technology合并以后呢 是一个非常大的非常大大的一个利好 为什么说它利好呢 就背后爸爸是美国国防部这些的固定的单子 你也不用去接单子了 United Technology和Return合并而成了 那它的这个收入呢 都非常的好 那个业绩单很漂亮 那腾讯这边就给出的 它能达到77块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为什么呢 它从我的自己的记录的数据 它6月5号 6月3号开始 我开始留意它 它卖出了一 净流出 那天的净流出 是达到了1亿5377万 那6月4号的那一天呢 是净流入2353万 那是那个是礼拜四 6月5号是净流入4015万 这就不大一样了 买入的人呢 看一下我看一下6月5号的 6月5号的净流入 净流入大单有879万 中单有360万 小单 就是我们这些韭菜们呢 有2810万 我们散户反而变成一个阻力 这就 奇怪了 那个 大家都想进去抄底了吗 这只觉得这只股票呢 没有 没有回复到它之前的那些 强势 它合并之前是这两家公司都非常的流啊 合并以后呢 那股价呢 一直这个在吸筹码也好啊 在干嘛也好 就没有一个明显的突破点 然后它6月5号 它有879万净买净流入呢 这证明资本家们是想拿着它过日子的 拿着它过这个周末 甚至可能是一个比较长期的 可能会到一两个礼拜以后一个做多啊 至少能上个75块 我就我个人的判断是它6月8号开始周一开始 它一定能上75块钱 这个是一定的 至于能不能这个77块这是一个压力的仓位 它能不能上去呢 这个不好说 这个没人预计得了 你看这个 富途这边的分析啊 看它超买 警告预警信号 狗屁 不用看它 这些 我觉得没什么用 卸掉概率57% 看一下腾讯 腾讯这个是机构分析 机构分析这边这么多都是看好它增持买入啊 这边历史对比啊 它是从这个4月5月现在往一个一个一个点一个压力位 我估计呢 它还会往上再做一波还会再往上走一点点 然后再会往下调 然后再往上走 我非常看好它 它至少能在这个今年内吧 9月份之前能达到了一个90块钱的一个高度 至少上85 本儿童频道呢 说话是不负责的 大家呢就不要往心里去啊 谢谢大家